哇 不是吧 哇 欸 不能 那在影片開始之前 我要先來感謝以上加入頻道會員的各位觀眾 因為有你們的支持才能讓我有動力製作更好的影片 加入越久的會員你的名字就會越大喔 那我們現在就開始看影片吧 哈囉各位觀眾歡迎回來熱力追氣 大家應該有發現今天這一集的整個畫面看起來好像不太一樣 因為在前一陣子我發布了一個關於光線追蹤的模組後 就有不少觀眾說在這個熱力追氣的系列中加入這個光線追蹤的模組來跑跑看 但是因為這個光線追蹤比較僅限於在晚上以及下雨天使用 所以我們今天這一集的天氣就會有點限制啦 那實際效果怎麼樣我們等一下就來看看吧 那我們今天的車子呢就是要來拍這一台也是許多觀眾敲碗非常久的 特斯拉的Model X 那我們今天拍攝的版本是這個2016年的P90D 算是比較早期的Model X版本 現在好像已經沒有P90D這個型號了 不過目前我們在模組網上找到一台比較精緻的應該就是這個版本 我們來上車給大家看一下這個Model X的內裝 車子一發動是完全沒有任何聲音的喔 那首先看一下大燈的部分 大燈的部分都做得不錯都把它做出來 看到車子裡面哇這個光影加上光線追蹤其實整體看起來是蠻暗的啦 所以呢一些細節上來講可能看不太到喔 即便調成白天那個光線還是很有限 這邊可以看到特斯拉的這個招牌 超大的液晶螢幕中控台 上面還可以開關廣播 欸這是GTA4的廣播是嗎有點帥 然後再來是它的儀表版的部分 目前看到車子怠速的時候呢 我一直在2200轉左右 所以我一抽動油門有沒有 它的就會動 那其他地方好像看不太到 內裝來講大概就是這個樣子 來給大家看看這個Model X 最具識別性的東西喔 在路上只要看到這個東西 馬上就知道它就是一台Model X 好我們現在呢叫上了我們小富的朋友 就是這些人都是小富的朋友 來看看欸 四個人坐在Model X上面是怎麼樣子的狀況 來看一下這個歐義式車門 來吹佛上車 好有沒有看到 這個坐上車非常煞氣喔 坐在裡面的人呢大概是長成這個樣子 暗眉毛什麼都看不到啦 那我們今天事不宜遲 馬上開去給洛勝都的改裝廠老闆 來改裝一下這台車子 好的我們現在開到路上來 喔這個後面的升降師尾翼有點帥啊 只是我覺得它的升降師尾翼做的好像有點太高了 看起來有點怪怪的 好我們來找一下 改裝廠老闆 我覺得我大燈有點亮 不要開遠光燈好了 老闆 改車囉 我們載著四個人 滿載進來改車 我們快速的把這個車子進行改裝一下 基本上就把所有東西都給它改好改滿就對了 裝個霓虹套件在地板上好了 我覺得去裝白光吧 比較科技性的這種東西 然後在噴漆的部分 我覺得我們就裝一個最經典的白色好了 哇這個白色為什麼現在看起來好亮 不過這個光線追蹤 我只會用這麼一集而已 在下一集開始就會變成原本的光影 主要就是剛剛說過的 就拍攝給大家看一下 那懸吊部分呢我們就不改 然後我們再進行一個貼貼式的渦輪改造 在車輪部分我們就平時改防彈輪胎就好 車窗的部分哇這車窗怎麼回事 感覺有點科技喔有沒有 那基本上它改裝品項也不多 就這樣OK改裝完了 好的我們今天就要在這個非常嚴苛的環境底下 來進行一個被警察追逐的戲碼 我們小富的朋友們你們可以下車了 不要在我們車上增加我們的配重 我們接下來就直接前往賽道西點準備開始 5 4 3 2 1 好的五星通氣開始了我們走吧 哇這個起步貌似有點滑滑的呢 唉唷今天的天氣比較少見到啊 應該好像我們只有一兩次的熱力追氣 是在這種晚上的時候 不過下雨天的天氣真的是少之又少 喔好滑 來我今天要稍微熟悉一下 這一個model x開起來 的感覺好像 欸是因為地板上比較滑嗎 好像還行喔 只是哪有聽到這引擎的聲音嗎 應該是完全聽不到的 電動車就是這個樣子 只有貼被桿 沒有 喔喔喔喔喔 沒有這種引擎的聲浪 其實開車開起來會有點 錯估他的那個速度欸 因為 聽不到引擎聲 我現在 感覺不太到 哇這車子有多快 哇賽那一台麥拉倫是哪招 哇好多警察完蛋 欸警察大哥 別別別 怎麼會 哇 我現在看到前面已經站了快一半了 不太妙不太妙 今天這一集很不妙 國安局的警車直接擋上來了 哇這個完全感受不出來 我們現在的速度是多少 最高已經到290了 哇怎麼回事 為什麼真的加速太快了吧 我完全感受不出來這台車加速有這麼的快速 大家應該今天只有聽到警察被警察 招了招了 滑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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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快太快 欸真的太快 欸他一個快到我沒辦法控制欸 會誤判 啊真的會誤判 我們走過來 欸從橋這邊回來 欸 欸 警察主 想中我嗎 欸沒門 從這邊轉過來 來喔我們直接大概標一下 喔真的很快 喔特斯拉這個速度 球隊 我怎麼跟他六p一樣 太快了 他快都會讓我有點沒辦法控制 而且我現在右前輪 好像有點失靈了 哇 欸這個撞散不掉 真的很難散 他的速度快分快 但是真的 以操控來講 因為太高速了 所以這個轉向能力有點差 欸我們轉一下的警車 都差點轉到 哇這 真的是直接撞上去了 你看連警察都在地板上這樣滑 別別別別別 警察大哥 我們從這裡滑過去 然後可能有些新加入的觀眾還不知道 我們這個系列呢 在整個賽道只有一次的修車機會 所以除非到車子爛到不能開 或是很極限的狀況下 我才進行一個修車的動作 可是我覺得我今天 會不會沒辦法完成賽事 完蛋了完蛋了 直升機追上來了 哇直升機這個光線好恐怖 好像我要被直升機的警察主主追到 嗚呼 嗚嗚 哎呦 哎呦喂 爛了爛了爛了 這個特斯拉完了 卡住了 哎 我扭回來可以繼續開 天啊 好難控制 真低難控制 確定現在右前輪卡住了 我聽到那個輪胎在卡著的聲音 哎呦 哇 不是吧 哦 不是 沒有沒有沒有 完了完了 完了完了完了 G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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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剛剛想說電線桿救回我 結果 啊 屎啊 哎呦 噴氣 哎不行不行 找別人要路走 哇真的很尷尬耶 哇現在這個樣子真的是被追到海邊了 哦要小心開 哦這個直升機 怎麼會有警察叔叔在海灘前面出現了 這是怎麼回事 不要嚇我 不要這樣子 我們走外面 等一下一樣是可以返回我們的賽道 這裡有一條路 可以回去 慢慢開回去 哦很危險 哇這警察 這個裝 這這這這這樹旁邊 哇哇哇哇好緊張 哎 我回來了 咱們回來路上了 這到底是捷徑還是繞遠路的 搞不太清楚 哇好恐怖這個警察直升機 好像 覺得價值計數不太OK啊 哦 哎想追我嗎 啊 我們直線飆一波 不管啦 開下去了 裝爛就裝爛 哦 反正這個系列就是要把 車子給裝爛把 哎 要殺了要殺了要殺 撞到 哇!剛剛時速一路有來到了 400多啊!好快喔! 等一下!完了!要被包圍了! 好的一個轉場回來呢 我們現在在這個地方先跟觀眾們解釋一下 這種模組的東西常常呢 就是會因為一些不可預期的錯誤 導致閃退 所以我們的時間就會歸零 那我們時間上到時候跑完 最後的時候會把總時間加成上去 剛剛大概跑了4分半左右 那我們接下來繼續開跑 我們等警察叔叔們靠過來一下 再靠近我們一點點 差不多可以靠上來了 好!我們繼續 當作一個重新開始的起步 來看看 特斯拉這起步 這0到100 3.3秒 這竟然比我們剛剛最開始的那個還要慢 我們最開始的0到100是2.6秒 唉唷!為什麼會有這種奇妙的差距 來殺一下車喔!前面很滑 哇! 哇!拿回來 我覺得特斯拉這個車這怎麼回事 是因為地板的關係還是怎樣 怎麼這麼滑啊 我們等一下要進入前面這種直線加速的地方了 那我現在有點好奇 特斯拉怎麼開彈器下去 會發生什麼事情 欸!弄掉一個警察 再弄掉一個警察 輕輕鬆通 欸!這裡鑽的過去嗎?我鑽! 哇!哇! 唉唷!我去! 唉唷! 滑過來!沒事! 好的各位!接下來進入 直線加速區! 嗚呼呼呼!我沒看到那個石頭 唉呀!路邊什麼時候長出一根石頭了! 嚇死我了! 唉唷!唉唷! 唉唷!唉唷! 喔喔喔喔喔! 警察怎麼在對面翻過去怎麼回事 沒人弄他啊! 喔!他自己翻的喔! 喔!不是我啊! 這個地板有手 來!我們走到這裡來 原本400度! NO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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XN 失敗失敗失敗 被一個警察 GAK 欸這個火車 欸再加速 今天這個加速有點綠賽啊 不過我們看看 特斯拉這個加速 欸好像很快 欸 哇 他剛剛快到 前面的警方是用 地圖 就是系統 深層 把它弄出來的欸 哇竟然快到是要用 看到地圖深層的樣子 有點快啊 可是我們目前他Speed 還沒有破 我們剛剛414喔 剛剛為什麼這麼快啊 奇怪 欸怎麼回事 欸這邊要殺要殺 不殺要出去了 哎呀 啊 啊 啊 喔喔 OM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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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靠咧 現在連那個 監獄那邊的警衛都在狙擊我了 我趕快回到路上 欸我回來了 欸下去了 欸捷炎真的很老賽 你看他的底盤 哇超多那個欸 他是什麼 錨釘嗎 釘在上面的是不是 欸警察叔叔 你是不是 偷開槍 我看到你囉 在那邊偷開 啊趕快閃人 欸果不其然 特斯拉就算 重新獲得一次機會 還是撞爛的 差不多了 哎呦這警察 哇靠 哇哇哇哇哇 欸今天他們真的很 我不知道要怎麼行 哇靠還來屁股一下呢 哇塞有沒有搞錯 哎呦我們趕快跑回去市區 快點 來加速 加速哦 飆起來 能不能在這個下坡 超過今天414Mile 欸不是 不是Mile 是公里 來 不刹車了 我跟你講 我現在不刹車的 極限飆過去 哇靠 欸 這樣還破不了 三百八十九 好 這個 要回市區了 光線追蹤的加持 大家可以看到 這個井 不錯嗎 好像也還好 今天真的太緊張了 連享受這個井都來不及 我直接橫衝直撞了 我不管了 反正最後面直線 來了 要結束了 要結束了 感謝各位警察 哇靠 喔 飛到有勝欸 感謝感謝 感謝警察大哥們 謝謝謝謝謝謝 我們就開到這裡吧 給各位看一下在光線追蹤的反射好不好 這加油戰變得非常漂亮 好的 我們來看一下這個數據 這一次特斯拉的Model X 極限速度 我們剛剛最快是414 可惜後段沒有破 頭半只有389 那時間的部分是從原本的4分28秒 加上了我們這個3分32秒 根據我一個精密的數學計算 他這個時間 竟然剛剛好是8分鐘整 那0到100最快速呢 是2.6秒 那100到200呢 是這一次比較快 是花了5秒4 那數據上的表現呢 就是這個樣子 然後我們下車看一下Model X的損傷 前面引擎蓋的部分呢 怎麼撞得有點凹凸有致是怎麼回事 欸 好奇怪 這怎麼搞的 然後側邊的刮傷也有點煞氣喔 非常的帥 玻璃的部分基本上是全破壞 天窗的部分呢 還有一片是保留的 簡單來說這整台車子 只有一片玻璃是完整的 那這台車子呢 其實真的是挺快的 它的前後馬達的總和輸出 有來到了761匹喔 那個加速感是真的有 但這個轉向鏡在GTA裡面 真的是有點悲劇耶 好 各位 我們今天又一個目標達成了 我們成功的 把這個462萬的特斯拉 給它撞個七八爛 好的各位觀眾 那我們今天的熱力追氣就到這邊 如果喜歡我的影片 記得按讚訂閱加分享 還有到我的FB以及IG 按你的追蹤 那麼各位觀眾 我們就在下一次的魔術影片再見囉 大家掰掰 麻煩你 請給你 抽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I think that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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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 think that I'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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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 think i'm overdozer i think i'm overdozer